大家好,我是巴仁,今次開箱速遞 就和達達這一部Mini GT早前推出的 又是190E的落場版 今次這個是DTM的 91年DTM的EAST版本 EAST的拉花,雖然我也不知道什麼拉花 我對190E的拉花的認知太低了 我自己最深刻的應該都是 可能是Berlin,或是簽名的 我怕我經常說錯,一千我都說到二千 或者是人夫,最出名的 我自己最深刻的就是人夫 因為認識比較大 這部的拉花真的漂亮 看看未來會有機會有Mini GT會出 我覺得會出的機會率 其實說有是有 但是說是否很快會出 或者是很大機會會出 我又不敢說 因為其實你看到出的花都沒有什麼 花好像全部都是DTM花 DTM出很多 但是人夫真的感覺好像沒有什麼機會 還有可能 POPRACE出了又免得撞 有些不出不行的,那些Berlin一千的當然 撞也有夠它 但是這個人夫可能真的有些冷門 出了香港沒有人賣,賣不到浮了又不出 那就出香港版本吧 不用做那麼多,那就不怕賣不出 不過算了 我現在也有 而且現在人夫那部也不太值錢 好像剛剛賣的時候 我自己也要炒價入 現在好像也不用 現在炒也炒不起來 總之現在也不貴 那時候買的可能比較多 現在加了這麼久才買的可能 炒價又升得不高 你用時間拉長來看 現在買的好像比較便宜 但是最懶惰是炒了 炒完之後 轉個頭 混蛋 原本我今天打算開Greenlight 不過下午的時候 問一問觀眾想看些什麼 但是我自己有頭 我頭有Greenlight 不過我看始終很多人想看Mini GT 那我就再錯下去 我簡直想過 因為我開了後備帳號 不過算了,不要玩了 一個後備帳號 之前Facebook被珠希伯格握我的時候 我封握了幾天 好像一天還是兩天 很早期的事 後來 我都忘記了 總之是很早期的事 那後來Instagram開了之後 他就想開到一個時備 但時備基本上沒有用過 所以浪費夠氣 可能隨時時備被人封揍了 那車也是這樣 Mini GT的東西沒什麼得死 不過車章又有點歪了 車章歪這家我都習慣了 現在很多廠都沒有人QC 看來歪了什麼 看來車身旁邊的拉花 這家我買的原因 拉花也算吸引 還有那條LINK 我蠻喜歡這個LINK 紅色LINK的賽車 這家感覺是比較鎮 跟駱駝杯一樣 也是很鎮 兩架車 但是我覺得Mini GT 其實我覺得Mini GT 它現在是很領落到自己的地位 它是一個準模型級的一架車 是準模型級 所以基本上那些車 你見到它 你可能它未必去到 好像模型那麼細緻 但是我覺得它的車 你記得是感覺到 它只要在某些地方 可能再做美一點 再做真一點 可能它已經可以當成為模型 甚至是很初階的模型 所以我覺得是 是真的 嘩嘩 大家又談上景 是真的 吸引了這輛車 它做得這個系列 我看到Mini GT 也吸引到本身 沒有開開車仔 或者是剛剛開始玩車仔的人 我現實也認識一些人 剛剛開始玩車仔 可能你已經看到 這東西好像都 這東西開始 已經多一點 看到有人到它入坑 可能中石化那套 雖然我沒有買 我一心想到中石化那套 幾部東西 真的只有Defender 是對我的口味 但那部Defender 我自己也有 有駱駝杯那套 我不要算其他牌子 我自己也有 為什麼要再買 還有中石化那套 拿走了一支國旗 真的 不過它是便宜的 如果對於那些 不太熟悉車仔的人 說 你不太熟悉車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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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大雨 剛才剛開始拍片的時候 剛才聽到一些煞煞的聲音 我還想看一看是什麼事 我以為外面的所有聲音 都很大 原來不是 是外面的魚撕下槍 原來是這樣 再給我看看 今天這條影片很短一點 Mini GT 基本上 又不是很早期 很少說要吵 所以我純粹說一下 Mini GT是一個都很吸引 我看到有人 開始入坑 可能不是因為Mini GT入坑 但只要去看Mini GT 覺得Mini GT真是吸引 可能會先買Inno 但Inno說Inno有些東西都差一點 但他會買Mini GT Mini GT很棒 拿上手的細節 尤其是中石化的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Mini GT一架車 起碼要賣八九十元 他老闆五十多元 他現在是中石化 自己劈價 我想問一下 Mini GT如何便宜 成本價 我想他賣八九十元 你五十元都走不掉 一架車五十元 沒有五十元 至少成本都二三十元 我不要說五十元 至少要二三十元 只是計算 只是做出來 不計盒 不計包裝 不計運輸 不計存倉 不計零售 不計燈牛火納 你都二三十元 他老闆五十四元 我聽到 五十四元好像不太對 中石化真是耳本相仁 因為之前 Shel那些車要付錢 又是很貴 大家都知道我追了兩部 至少兩至兩部 也要花點錢 Exo更加不要說 Exo經常用TLV來出 那一部又是不便宜的 加德士雖然不是Exo Exo什麼車子都沒有 什麼車子都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所以中石化 就是找Mini GT 我都覺得便宜得很離譜 不過我都不會買 不過這部車我發覺有些問題 好像有些白色東西在輪胎邊 現在才看到 我看看是否能打開 是輪胎 不過應該是骯髒 我猜可能它上輪胎的時候 加了少許東西進去 潤滑 剛好只是白色 說不可以是淡色 突然淡上去 已經很習慣 這部真的不錯 但是我自己也是想說Mini GT 不是 Greenlight 我積了很多Hit and Toe的車 我會精選一點 我會選一些特別一點 可能說 Van仔 普通Van仔 我就不說了 金色的Ring Van Hit and Toe系列 金色的Van仔 拖著一個平平無奇的拖架 就是拖架 拖架是很難溝流的 那些 就是剛才用鐵 看了一個架出來 然後看在鐵板上 然後看在鐵板上 然後再在下面加兩個輪胎 這樣的鐵板 就是那些鐵板 那些開來也無謂 當然是開一些特別的 新帽 或者是曾經新過的帽 但它以前沒有活動組件 改了活動組件 我不知觀眾會不會猜到是哪一架 我照開猜 星期五就可以看了 就是 Mini 就是那架 Willy Jeep拖那個 不知道 半噸拖架 那是軍用的半噸拖架 你想想那些軍用拖架是怎樣 如果你知道大概是怎樣 我就不說了 你不知道可以找一下 總之是兩架 軍車的輪胎 然後用一個大鐵板 然後可能是鋪木板 然後用兩個大輪 但是現在應該不會用這些拖架 這些是很舊式的 其實現在可能也有個少 可能會用一些散件 但是你不會砍兩把AK 然後砍兩雙子彈 然後拉架 就這樣拉 這樣就好像太過隨意 有把一些箱子 放一些物資上去 不過現在應該少了這樣運 它要這樣運 就直接用貨車來運 為什麼要拉拖架 最後一架就是 這個比較舊一點的 Chevy Braiser 但是那架是FBI Braiser 有塗裝的FBI Braiser 還要加一個小屋 就是一間小屋 有一個小屋可以拖架 而這個小屋以前是開不到的 現在它開過新帽 令到它可以開到的 對 那我都值得期待 因為它之前不是說新帽 新帽 但其實新帽 新帽 也不是推出過很多次 我想現在計算 第二、三次 即是新帽 舊帽可能推出過 又兩、三次 新帽可能也只有兩、三次 所以那一架是很期待的 再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一點白色胎 胎似的不明物體 我當作是潤滑劑 還有雙尾了一點 我不知道其他觀眾會看到 有觀眾買了 然後又有頭燈問題 但這個來說其實 還有那個頭燈 哦 沒事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頭燈有些膠水積在這裡 但就是 這個駱駝鋪這格 它是黑了那個位 那個位應該是高燈來的 那位應該是 我想這個年份 Benz的格局 應該不會變得很厲害 那應該就是 大燈和小燈 就是夾在中間 旁邊就是指揮燈 那再近著鬼面罩的兩盞 應該是高燈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關了這盞高燈 免得車手出毛燒 等一下開高燈 拆在前面 讓它看不到路 但是這架就沒有遮到 是的 不知道這架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它這個位置 好像燃了一些膠水 即可能那個腳位 它弄在這裡 但是也不要緊 但是也不算太左 那Mini GT的車 當然Mini GT的車是很平穩的 基本上 好像這樣 現在疫情關係 我覺得根本就是因為疫情 不能下去巡廠 QC硬 那間廠也差一點 但是Mini GT 起碼它能力 所以說Mini GT 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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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原先都說 哎呀 是不是真的 那些位置 可能我例說 它在這邊也做得這麼細 那些廢線的位置 我覺得始終還是差一點 但其實它有鐵底 是不是 色上色又算漂亮 東西又工整 就是 你人家 你90元出來買一輛車子 你真的覺得值 我想 我真的 我想問這麼多的觀眾 不要說我特別針對什麼牌子 是不是 總之有一個DISPAY-UP 那些 即是已經upgrade到DISPAY-UP 即是INNO TARMAC HORB JAPAN 這些車 我想問 你買過多少架 你會覺得 它的車真的值這個價錢 MASTER那些更加是 MASTER 以前買 MASTER剛剛開始做Defender的時候 我記得很早期的時候 剛剛這個Channel應該是 是19年的10年 1月還是10月左右的事 那一部 那時候Mini GT還沒有出Defender 我還笑夠說它出一次 雖然後來都證實 Mini GT慢工是出到小貨的 但開頭你會覺得MASTER比較漂亮 但MASTER當時賣價錢大概是120元左右 現在MASTER的車越賣越貴 但我又不覺得它特別好 即是可能它是否都塞些配件給你 這樣它就可以抬高價錢 但我想回以前 剛剛MASTER第一水 那批1比64Defender 現在在現時點應該看得到 一批電梯口出 我建議你搭電梯 搭電梯最近 搭電梯轉左 右手邊就是 我在那裡看 那個應該還未買得出 那個就是很經典的 粉綠色的Defender 110 那就是它比較早期的出品 我覺得它早期的出品是漂亮的 即是它選這顏色選得很漂亮 但後來你見到出得很濫 我已經沒有什麼再開MASTER的東西來講 我之後其實半年前我都買了一架 我都廢話時說 怎麼會浪費舊氣 都是這樣欺負 有什麼話可說 那是有一點QC問題 我才看到人家便宜賣我才買 我都廢話時說 所以見到Mini GT 你拿這塊錢出來 你覺得真是值得的 因為外面有很多廠 你真的覺得很多時候 你覺得 未必每間廠都可以保持得到這麼好 這個就是 是不是真的 你真是去到TLV 這個質素 是不是 你在疫情之後 是不是 有這個武漢肺炎開始爆發起來 就是開始爆發得嚴重 就是開頭應該還有些人在看著 後來發覺 哇 神經病 爆了下來 你還不敢走嗎 在武漢爆了下來 廣東馬上走 是不是 之後我都沒什麼機會再回去 你看到那些東西都是很差 尤其是TLV 我真的要喊出聲 我都沒想過 那些人 其實早陣子都還在說 山崎麵包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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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低調 但真的 到現在都還在說 都是用這個 做一個 教科書級的sample 我覺得已經是 都看到他們都搞成這樣 但至少Mini GT 那些問題 我沒有喜歡 尤其是GT的車 最終是要做打實 因為他至於推出一部車 我是愛到是一部車 我不太愛到 即是未去到 他推出 Supra 就是推出A90 A80 Defender 我初頭重來是 因為MASTER搶了頭淡湯之後 對熱情已經減了很多 很多很多 很多 即是100%減到50%,50%可能加回60%,60%,70% 但你始終還欠30%,即是熱情不見了30% 去到現在,AQ真的出到好課 但從最初見到Defender沒有的時候 是至少欠了30%至40% 熱情大概這樣算給你看 所以就唉... 但那些東西是有什麼車是Mini GT 我真的好喜歡到不離手應該都沒有問題 對,都是Defender Defender,只有Defender吸引都很寬心 其餘都沒有什麼 Crofetch,很多Crofetch都是 不過Crofetch就是買多了一兩架之後 就開始感覺沒什麼感覺 對,E30也是,E30開頭推出,嘩,正啊 好,終於有人再推出了 就是現在看,不過E30那架是Alpine 那架是漂亮的,那架是真的漂亮的 但之外我都真的... 啊,就是Crofetch,Crofetch 即是我特別留意,但還沒去到 喜歡到,我是不釋手還沒去到 但它是這些我會留意 即是Crofetch,Defender,這些款 或者Crofetch,這些款我會留意 但Crofetch我都開始有點驗了 還有LB林寶大,它是GT版包圍的時候 我第一眼看到我又是覺得很漂亮的 後來買了一兩架之後就沒有再買了 或者LB好像又是GT包圍,不過就是R35 黑色那架,即是它之前跟LB拖車一齊出那次 50年拖車那個,那張相機是黑色那架 我也有點興趣,但到現在都沒幫到取的 對啦,看看觀眾 你如果想我的拖取,就留言區跟我說 如果不是的話,我可能真的 算了,是不是 買少價,幾十元 我們給停車場也好,我們入遊也好 是不是 我們出去刀串魚蛋也好,什麼都好 我們吃頓飯都可以 是不是,會刀八幾九十元 吃頓飯都可以 刀魚蛋也不行,刀九十元魚蛋,真是 好了,今集先說什麼 再給大家看一次的車 真的,除了拿到那些白色不明的物體之外 真的看到有少許牙齒,但我猜應該是 一些 潤滑油,即是幫你裂一條塌進去 我猜是這樣 可能是上色是一個問題,但 大致上來說,這個車真的OK 我想應該Mini GT 可以說是一個幫 可能是剛開始玩車仔的人 寧願你一入坑 入一個漂亮的坑 大意玩的坑 起碼你真的Mini GT 真的做到這個 我賣這個價錢,我真的對得起這個價錢 現在其實很多廠都做不到這個 TLV我不說了 TLV它本身是可以的 只要它現在不行 我會這樣說,但很多其他廠 你感覺到的,它說 這輛車賣150 但你覺得這輛車真的值150 Hobby Japan便是 不要說我經常針對Inno Tarmac 我針對Hobby Japan 我經常針對Hobby Japan 但它真的值得 它又賣得特別低 Tarmac那些 間不止一兩輛買得貴 然後它都會出垃圾 我當然會賣得這個混蛋 但Hobby Japan價格都不便宜 價格都這麼賣垃圾 但你出十款車,有八款都是被人罵到的 那我沒辦法 就像它那樣 它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它對不忍住 因為Inno Inno有時候也偶有佳作 可能QC差一點 不過你說一百鬆一點 它都算對得起價錢 Tarmac有時候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其實它也是偏貴 但是Hobby Japan是最低調的一家 尤其是一開始 我知道有外國觀眾 他應該聽不明白這件事 不要緊,我照說 他現在是想找回Hobby Japan第一款1.64 就是那一部濕狗披露 他說想找回那一部披露 他說四周圍都找不到 外國也沒辦法,是外國地方 但是他去日本網站也說找不到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有門路 大家可以去Hobby Japan那條影片 如果你說我有一架想賣給你 我不介意給郵費 不介意又要郵寄 寄論到老年那麼遠 總之我送溫神 OK的 你可以去那個Post 跟觀眾說回 因為我還沒回覆他 他說我去完 我去日本拍賣網站也找不到 你不要跟我說Ebay 那我也幫不到 因為我自己這樣說 我買得回來 我也是買一架而已 我還沒主要討他們 要賣掉他 當然有觀眾也是 如果你是可以去我的Post 找他 總之我去Hobby Japan 我第一次教Hobby Japan 就是那個Post 找他 他的留言應該放在頭 因為他算是最新的留言 好,今天真的先說了 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